嗨,大家好,我是Rose,石金霞 嗯,对,22亿美元算什么 22亿美元算什么呢 给你们讲一个故事 可能很多人也看到了 这个呢,实际上它是一本书的名字 作者呢,是徐欣 徐欣,22亿美元算什么 副标题是,从银行贵员到VC女王的投资传奇 今日资本CEO 这是一个呢,这个富豪 真的是啊,就是他呢,叫徐欣 他的这个英文名字呢,叫Cassie 他是风险投资家 是一个风险投资家 毕业于南京大学 是今日资本集团的创始人 也是呢,这个中华英财网初始投资者 董事会主席 在2022年的三月胡润报告啊 徐欣呢,是以160亿元人民币的财富 位列第1483名 有人可能说1483名,这也不算 哈哈,不算什么 天哪,请问160亿元算什么不 哈哈,应该算点什么了吧 那么就是,这位富豪 我觉得他可以,足足可以称为富豪了吧 是吧,那这位呢,就是卫列呢 这个财富第1483名的啊 这位富豪徐欣女士啊 他呢,近日呢 有一个他在这个微信群里边的啊 一个留言啊,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那么他这个留言呢 他是像他这样的呢 就是他肯定都是实名嘛 是吧,他的实名就是徐欣凯西 然后浦东玉翠元 然后他就问,他说 请问哪位邻居能把我拉到团子面包群 我们家人多,需要面包和牛奶 谢谢哦 哎,然后出来一个人说我来拉你啊 另一个人说啊,徐总是您吗 啊,对 我们知道了他也在上海啊 他也在上海 嗯,非常啊 非常这个遗憾的是啊 他没有采纳啊 上海电视台都市频道 今日艳象 宅家不潦草啊 一起清断食的号召 大家应该也看到了吧 是吧,这个上海这个电视台 是吧,哎,给大家呢 就是都市频道给大家提出了 呃,一个友好的建议啊 就是呢,每天学点新东西 五天清断食啊 然后呢,就是啊 给你了一个五天清断食的食谱 这样就可以吃一点点啊 然后还可以让自己的身材变好 我觉得上海的这个呃,电视台啊 他们还是呢 这个博大精神的中华文化没有学好 哈哈,搞什么清断食啊 清断食这不西方的理念吗 是不是 哎,你要是学好了这个博大精神的中华文化 传统民族文化 你应该提倡上海人民壁谷 壁谷可比清断食更省粮食 更不用操心了 哎,真是啊 就是说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无耻的方式啊 真的是挺无耻的 哎,回过来我们还接着说这个啊 这个富豪徐欣啊 亿万富翁 是吧 22亿美元算什么 160亿元人民币算什么 什么都不算 当你没饭吃了 啊,当你不被允许走出你的小区 不被允许走出你的房间 不不能够啊 通过外卖 通过正常的渠道买到吃着的时候 你有多少财富 都没有用 因为你没有自由 因为你不被当做一个人来看待 那你那些财富也就不过是套在脖子上的锁量 哎,所以说啊 我们很多人啊 国内的啊 我们很多朋友啊 可能啊 你觉得你是个中产啊 你觉得呢 你有这个亿万家资啊 你觉得呢 那种过不下去的啊 只有像我们这种穷人才过不下去啊 啊 只有像我们这种呢 没有什么资产是吧 哎呀 没有什么这个 呃 这个牵挂的人 所以才能够一排屁股走人 是吧 哎 你觉得你 这个 太难做到了 啊 家大 家大业大 舍弃不下 是吧 啊 然后你可能还想啊 你看 我还有那个什么 这个 啊 当我退休了之后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养老保险 是吧 哎 那我 我这个在国内 你看我在这个 体制内 我有个职务 啊 我办事什么的啊 生个病 住个院 什么的 我都比较方便 我出了国之后 我还有啥呀 是吧 你出了国之后 你有自由 你就会变成一个人 那你想啊 你你现在 在上海啊 大家想想 在上海 平常啊 平常正常的情况下 在这些啊 在这些日子里边啊 就是上海 作为一个啊 全国大都市 啊 这 北上广 对不对啊 排前三位的 啊 甚至可以说 上海的这个经济地位 他要排第一位的 对不对啊 他几乎是过去啊 这个在疫情的这种情况下 所有的地方全都是负资产 只有上海还是正增长的 可是 说让他死 他就死了 不是吗 啊 你想 每年 每月 每天 来自全国各地 甚至说来自全世界的 都不知道有多少人 要到上海 去就医 想一想吧 想一想上海 云集了那么多的大医院 是吧 那么多的专家 每天要 动多少手术 要挽救多少 危重病人 可是我们看到最新的数据 这些天 上海几乎没有动过一例手术 所有的医院都关门 所有的医院都关门 可怕不可怕 那 那些需要动手术的 需要生孩子的 需要 这个开刀的 是吧 需要 切开气管 上呼吸机的 是吧 需要 好不容易等到呢 这个配对的 这个器官 需要更换器官的 需要 比方说肾病啊 需要做 每天都要去做透析的 或者说 每隔几天都要去做透析的 心脏病需要紧急 开胸 做手术的 那个脑瘤需要做手术 开炉做手术的 瞬间都没有了 大家要注意啊 不仅仅只是上海 上海的医院 不仅仅只服务于上海呀 那些人都怎么了 都不治而遇了吗 所以你不要以为 你有身份 你有地位 你有钱 你就可以 买来一切 你就可以换来这一切 你就有保障 如果你在一个 最基本的人权 最基本的自由 都没有保障的地方 你就是有再多的钱 你就是有再 你就是再大的官 你都是没有保障的 那有人说了 那那头号们 他们应该有保证 头号有保证 头号要有保证 头号还用发起这样的运动吗 这不就是一场政治运动吗 这不就是一场政治夺权吗 这不就是以北京为首的 向上海为首的 在进行政治斗争 而老百姓就是他们 政治斗争的代价吗 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谣言 说这个长者啊 江泽民呢 说他逃了 那说逃到海上去了 其实这样的传言 你不应该仅仅是听了之后啊 就是嗤之以鼻 或者说嗤之为谣言 应该想一想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言 他们之间的权术斗争 他们之间的潮起潮落 而代价是什么 代价是从亿万富翁 到失业少女 所有人 所有人都不安全 在这样的体制下 在这样的环境里 你不要觉得你抓住一些物质上的东西 你就能够保证你的人身安全 你就能够保证你全家人的安居乐业 你做不到 现在还只是一个开端 真的还只是一个开端 大家现在你想一想 你可能现在你很不幸的 你就会发现 回头想想2020年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你已经觉得很恐怖了 是吧 可是现在过了两年之后 你在2022年的清明节的前后 你回想一下2020年的清明节 你是不是觉得那个时候好像你还能够自由的呼吸一些 那么如果再过两年你又会觉得2022年是一个比较好的年份 这是很可怕的 如果这样下去慢慢慢慢的你就会习惯了 你就会觉得原来生活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就像我们有很多人说 未来 未来会不会人们就觉得我们就应该 出入要有出入证 种地要有春耕证 出行要有通行证 上班要有上班证 我们每个人都得带着良民证了 身份证不够了 身份证不够了 还要单独 买布要有布票 买衣服要有衣票 买肉要有肉票 买米要有米票 那去复习一下历史 我还是说让大家复习一下历史 那么复习历史不需要很长时间 你去看一下 这个从1949到2021 是吧 或者说到2020中国历史大事件 你去看看 特别是 你去看一看从1949到1979 这30年的大事 然后呢 你对照一下现在这些年 你对照一下从2018吧 是吧 或者2019吧 从2018到现在发生了些什么 从2018开始吧 从2018到现在你看发生了什么 然后你从你跟1949到这个1979 那30年做个对比 对应一下 你你就可以看出来 时代在在在干嘛 红轮会不会倒转 下一步要转到哪去 你在想 你要不要抓住这最后的时机 要不要舍不得你之前所舍不得的那些东西 我就说这么多啊 再一次提醒大家 再一次提醒大家 不要高估你一根韭菜 一只蚂蚁的能量 你有160亿 你有这个320亿 是吧 你有640亿 是吧 你想想满云 刘强东 是吧 哎呀 你说你有这个 你有这个官位 是吧 你是个什么县委 县委领导 是吧 或者是市委领导 省委领导 是吧 想想 那个 你看我一下都 我都一下都忘了他名字了 对 想想薄熙来 想想傅政才 是吧 想想那个 孙力军 想想了秦城监狱里的那些 你想想 所以说 及时做出选择 不要 追悔 莫及 愿上帝祝福大家 抓紧时间 出埃及